來玩這款遊戲 劍任哲 穿個名稱 選擇要使用的英雄 選妹子好了好不好 評分越高獲得的經驗值也就越多 來到了教學關卡啦 角色具有自動防禦的能力喔 受到攻擊會先消耗護甲 怎麼硬直狀況有點嚴重 他的大招是怎樣 隱身喔 進行比賽啦 戰鬥準備 現在在等待其他玩家 進來吧 變吃雞了 無法選擇位置 寶箱 地圖會不斷縮小 攻擊 喔那邊有 你聽到那個打擊音效嗎? 做的實在是有夠爛的 夭壽喔 必殺技 隱身咧 拿到這批尖,可以二段跳 第二段的話有翅膀 第二段的話有翅膀 有翅膀 可以打嗎? 你怎麼傻傻站在那邊啊? 他會自動進行防禦耶 那這招是來幹嘛的啊? 左上方有地圖,我看先跟著地圖走好了 我看你 玩家喔 還射著電腦 找不到我了齁 去哪裡? 道具人可以使用這個耶 哎呀,他叫我用了以後 算了,有可能他是人機吧 所以這邊的難度應該是不高的啦 靠杯 哎唷 要放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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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啊 感覺 人型角色比較少 怎麼基本上都是 怪物那些而已啊 回一下血 而且字好小喔 空間死 喔 有紅點點喔 左上方 怎樣,他是掛在那個範圍以外啊 他自己就掛了耶 莫名其妙就贏了 真的玩得莫名其妙的耶 對 英雄 加成 七日好禮 這海外的喔 欸其實海外遊戲 海外玩家的滿足度好像跟我們不太一樣 他們玩到這種類型的遊戲就很滿足了 是這個樣子嗎 是這個樣子嗎 稍微看一下這位角色就差不多了 開始囉 應該是不同地方了吧 喔 現在我可以飛了啦 飛的超快的耶 撞到那個硬子也太誇張了吧 還是? 很厲害 就是我這樣給我看 再四個阿 到妳去走了 現在我只能一段跳而已 都會防禦耶 真正的玩家是不是 看起來玩家很多啊 他們怎麼沒輸出啊 他必殺技是衝撞 好爛喔 沒有隱形好用 這次玩下來真的是挺無聊的 好啦 我不太想玩 直接把它看掉 是玩家嗎 玩家有那種騙嗎 而且他們沒輸出耶 好啦 粉絲影片到這裡吧 大家掰掰